多架歼10战机依次起飞 在空中编程战斗编队 向陌生地域展开长途机动 编队抵达目标地域迅速展开突袭 经过一系列的复杂战术规划和突击行动 在辽机的掩护下 掌机顺利对地面目标实施有效攻击并迅速脱离 训练中飞行员在经过长距离机动后 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各种复杂战场信息 对突防突击行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前期的试制谋划和战场实际的数据称 是这次行动的关键 对训练计划进行全程推演 细的计算 风气 油量 风速 天气等 从业把握各种条件 开始安全预想 完善各种特清处理预案 这次跨区机动训练航时长结合要素多 其中六名飞行员是首次在新机型上 开展远程机动训练 远距离突击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哦 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